星星稳稳稳稳稳 小姐 請問一下 現在台幣對美金的匯率是 現在目前是32.461 下週就要出國的陳同學 連續兩天跑銀行 因為台幣匯率直直落 讓他好煩惱 到底應該現在換 還是出過錢再說 對 下禮拜要出國 所以有在猶豫什麼時候換 對 還滿猶豫的 不知道是最近要換 還是再等於正式換會比較好 最近出國真的很煩惱 因為到底該什麼時候 把台幣換成美金 來看台幣對美金的匯率 在8月10號還有31元關卡 沒想到8月11 12 連續兩天重貶將近七角 12號收盤價逼近32.5元 創下了5年來新低 算一算如果出過一趟 要換個10萬元台幣 8月10號還可以換到 3150美金 到12號才換 就只剩3080美金 短短兩天就差了70美元 專家分析下週的匯率 可能還會回升 不急著換的民眾 可以再等一等 除外專家也建議了 近期要出國的民眾 可以透過線上結匯的方式 先有部分的銀行匯率 千分之二的優惠 或者是分批兌換來談評風險 甚至如果急著出國 也可以使用直接在海外刷卡 不僅可以使用當時的匯價 而且還有信用卡 推出2%的海外回饋 對於匯價損失不小補 接著您先一下軍神台北採訪報導